原标题 官方二手车销售存期诈被判赔10万元 官方二手车 虽然有官方认证 但是也并不能保证车况问题 这一点 多位在特斯拉官方渠道购买二手车的车主 都有自己的看法 近日 有网友爆料 据悉 该网友2019年9月在特斯拉官网 花费45万元购买了一辆官方认证二手车 当时销售表示这是一辆9000km的准新车 新车不需要检查 就没有检查车况问题 销售也没有检查车辆的保险理赔记录 也没有检查事故情况 只说整个车身没有结构性损伤 符合特斯拉二手车销售标准 就直接上架销售了 但在使用过程中 车主发现车辆曾经两次出现 于是车主要求退车 但被销售告知可以以30万元的价格回购 对于特斯拉提出的回购方案 车主明确表示拒绝 他出使诉求为 特斯拉原价退车 并给出加价20%的赔偿 但现在他不接受这个方案了 直接进行起诉 据判决书内容显示 特斯拉方面认为